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ow, let's begin 一只小鹰跟着老鹰学飞行 小鹰飞到了大树的上面 它高兴地喊起来 我已经会飞了 老鹰摇摇头说 飞得只比大树高 还不算会飞 好,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一只小鹰 只 只 Metro word for animals 我们说 一只小鹰 两只小鹰 一只小鹰 一只老鹰 一只小鹰跟着老鹰学飞行 飞行 它们现在在飞 在飞行 飞就是飞行 跟着 好,比如我们可以说 我跟妈妈学做饭 她跟爸爸学开车 她跟爸爸学开车 这个小鹰 飞到了大树的上面 飞 然后到 到 After到 we put the destination 小鹰飞到了大树的上面 好,这个是大树 树 小鹰飞到了大树的上面 那它们现在 这个一只小鹰和一只老鹰 飞到了大树的上面 上面 就是在 这个是树 这个是树的上面 它高兴地喊起来 喊 喊就是大声地说 因为它很高兴 我已经会飞了 我已经 已经 比如说我可以说 我已经知道了 它已经到了 老鹰呢 它摇摇头说 摇摇头 摇摇头 这个就是说 老鹰不认为 小鹰已经会飞了 老鹰摇摇头说 摇头就是 从左边 头从左边到右边 然后从右边再到左边 就是你不同意 不同意这样说 这个老鹰摇摇头说 飞得只比大树高 只 就是only 飞得只比大树高 比树高一点 还不算会飞 不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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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看一下 不算 算 算 不算 不算 好 我们说 什么 不算 会飞 好 老鹰说 飞到大树上面 不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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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飞 怎么算 学好中文 你们觉得 怎么算 学好中文 我觉得 可以和中国人 说话 算 学好中文 两年的时间 算不算长 两年的时间 算不算长 嗯 我觉得两年的时间 算长 很长 所以我觉得算长 这件衣服 一百块钱 算不算贵 如果有一件衣服 是一百块钱 你觉得算贵吗 我觉得算贵 或者他觉得不算贵 那老鹰觉得呢 这个小鹰还不算会飞 因为他只飞到了大树的上面 小鹰又跟着老鹰向上飞 小鹰飞到了大山的上空 他又高兴地喊起来 我真的会飞了 老鹰又摇摇头说 飞得只比大山高 还不算会飞 这个小鹰呢 又跟着老鹰向上飞 像 像 就是往 往上飞 比如我们可以说 往左走 向左走 向右走 向东开 向西开 这个 after the像 you put the direction 这个小鹰呢 又跟着老鹰向上飞 因为它们要飞得更高 这个小鹰飞到了大山的上空 好 那这个是大山 它们飞到了大山的上空 上空 它又高兴地喊起来 因为它以前高兴地喊起来 这是它第二遍高兴地喊起来 所以我们可以用you you 我真的会飞了 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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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比如我可以说 今天真的是它的生日 今天真的是它的生日 它真的会开车了 它真的会开车了 老鹰又摇摇头说 you 也是 以前小鹰飞到了大树的上面 老鹰摇摇头 那这一次 小鹰飞到大山的上空 这个老鹰又摇摇头说 you 飞得只比大山高 还不算会飞 不算 这个老鹰认为 飞到 小鹰飞到大山的上空 这个还不算会飞 小鹰只好鼓起劲 跟着老鹰拼命向上飞 飞呀飞呀 大树看不见了 大山也变得矮小了 小鹰急促地喘着气 对老鹰说 现在 我总算会飞了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小鹰只好 只好 只好鼓起劲 只好 那比如我们可以说 我今天要考试 所以我只好早起准备考试 再比如说 图书馆关门了 我只好明天再来 我只好明天再来 图书馆关门了 我只好明天再来 好 这个就是只好 那这个只好呢 就是你不喜欢做 但是呢 你只好这么做 那小鹰 那小鹰呢 它只好鼓起劲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鼓起劲 鼓劲 有几个意思 那其中一个呢 是这个 比如我们可以说 快考试了 大家都在鼓劲 好 这个是鼓劲 我们可以有一个 儿 儿 那这个劲 我们在有儿的时候 是这个字 一起读 劲 鼓劲 不是鼓进儿 不对 我们说鼓劲 鼓劲 鼓劲往前跑 他们在鼓劲 往前跑 努力的往前跑 好 这个鼓劲呢 还有一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说 给谁鼓劲 给谁鼓劲 他考试没有考好 妈妈给他鼓劲 他考试没有考好 妈妈给他鼓劲 好 那我们看这个照片 那这个教练 好 他是教练 教练 好 那他是运动员 他骑自行车的运动员 那教练 给运动员鼓劲 教练 再给运动员鼓劲 好 那小鹰呢 他只好鼓起劲 这个起 就是开始的意思 开始 他开始鼓起劲 开始努力飞 跟着老鹰拼命向上飞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拼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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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拼命就是这个意思 用你最大的劲 去做 去努力做 拼命工作 拼命工作 拼命学习 他拼命地跑 他整天都在拼命工作 他整天都在拼命工作 他拼命地跑 那我们看这个照片 以前我们讲过这个雪孩子的故事 那这个雪孩子呢 他拼命地在救小白兔 因为小白兔家着火了 所以这个雪孩子拼命地在救小白兔 好 拼命 飞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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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飞了很长的时间 我们有一个呀 这个是呀 飞呀 飞呀 好 那比如说我可以说 跳呀 跳呀 就是跳了很长的时间 唱呀 唱呀 就是唱歌唱了很长的时间 我可以说唱呀 唱呀 写呀 写呀 写了很长的时间 我就可以说 写呀 写呀 这个大树都看不见了 大树看不见了 因为大树在下面 看不见了 大树也变得矮小了 矮 矮就是和高相反 矮就是不高 大树本来很高 但是因为这个老鹰和小鹰 飞得非常非常高了 那这个大树也变得 看起来好像很小了 很矮了 这个小鹰急促地喘着气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 叫急促和喘气 好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好 那急促 急促 急促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再看一下喘气 喘气 喘气 我们可以说急促地喘气 急促地喘气 好 这个是急促的喘气 比如说我们在跑步 我们就会急促地喘气 如果我们跑得很快 那么我们就会急促地喘气 我听到急促的脚步声 急促的脚步声 我听到急促的脚步声 脚步声 这个急促我们也可以去说脚步声 Footsteps 脚步声 好 那这个急促呢 有的时候还是这个意思 就是很短的意思 不长 比如我们可以说时间很急促 时间很急促 我们没有时间准备 时间很急促 那这个小鹰呢 他急促地喘着气 因为他拼命地往上飞 这个小鹰呢 对老鹰说 对 我们会用这个对字 比如我可以说 我对他说 就是我跟他说 现在我总算会飞了吧 现在我总算 总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总算 好 那这个就是总算 总算 比如我可以说 坐了13个小时的飞机 13个小时 这个是很长的时间 那么坐了13个小时 15个小时的飞机 我总算到了 我总算到了 我们等了他两个小时 他总算来了 他总算来了 好 那小鹰说 现在我总算会飞了吧 以前 我飞到大树的上面 和大山的上空 你觉得不算 你觉得不算会飞 那现在我总算会飞了吧 因为现在已经飞得很高很高了 大山都变得矮小了 好 我们看这个老鹰说什么 老鹰 老鹰向头顶上指了指说 孩子 你往上看 小鹰一抬头 只见白云上面 还有几只鹰在盘旋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老鹰 这个老鹰向头顶上 向就是往 头顶上 头顶就是头的最高的地方 就是头顶 向头顶上指了指说 指 指 指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我们可以说 指出不对的地方 指出 point out 指出 指出不对的地方 这个老鹰呢 向头顶上指了指 说 孩子 你往上看 这个往 就是向 你向上看 或者你往上看 小鹰一抬头 抬头 抬头就是 因为它要往上看 所以它要抬头 只见 只看到 白云上面 还有几只鹰在盘旋了 有几只鹰在盘旋 盘旋 好 我们可以说 鸟在天空盘旋 鸟在天空盘旋 我们也可以说 飞机盘旋 飞机在森林上空盘旋 飞机在森林上空盘旋 好 那我们看 只见 有几只鹰 在这个白云上面盘旋呢 这就是说 这几只鹰 它们飞得更高 你现在还不算会飞 好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 这个小鹰 已经算会飞了吗 好 那这个故事呢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学习的话 这个总是有更多的要学的东西 我们中文叫学无止境 学无止境 就是没有说我学完了 就可以不学了 不是这样 我们什么时候都需要学 都有要学的东西 好 那这个就是 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 小鹰学飞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故事的生词 小鹰学飞 学飞行 飞到 喊 摇头 不算 向上 大山 喊 摇头 不算 鼓起劲 拼命 矮 急促 喘气 总算 止 抬头 盘旋 好 那我们看着这些生词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故事 那有一只小鹰 跟老鹰 在学飞行 这个小鹰呢 他飞到了大树的上面 他非常的高兴 他高兴的喊道 我 我 已经学会飞了 这个老鹰 听了 摇了摇头 说 只飞到大树的上面 还不算 会飞 那 所以小鹰呢 他 又 跟着老鹰 往上飞 他们飞到了大山的上空 那小鹰又喊道 我真的会飞了 这个老鹰呢 又摇摇头说 飞到大山的上空 还不算会飞 这个小鹰呢 只好鼓起劲 拼命地向上飞 他飞呀 飞呀 这个大树 已经看不见了 这个大山呢 也变得矮小了 他急促地喘着气 说 我现在总算会飞了吧 这个老鹰呢 他向头顶上指了指 说 你看 这个小鹰呢 他抬起头 看到在白云的上面 有几只鹰在盘旋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故事 小鹰学飞 好 希望你喜欢这个故事 也希望你听懂了这个故事 I hope that you understand this story and you like it 好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That's for today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Thank you